1月11日凌晨,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航行通告系统出现故障,导致全美所有航班停飞。 根据在线航班跟踪工具FlightAware的数据,截至东部时间周三上午9点30分左右, 美国境内进出美国的4500多架次航班出现延误,其中超过1500架次航班为西南航空航班,超过900个航班取消。 其中纽约、亚特兰大、达拉斯、芝加哥等城市的航班受影响数量超过一半。 在当天8点50分,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,原本要求所有航空公司暂停植费美国国内出发航班的命令已经取消。 美国各地的正常空中交通业务正在逐步恢复,造成戏土木杖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 白宫声称目前没有网络攻击的证据,但拜登已指示运输部进行全面调查。 美国国税局表示,已经向1200万有资格获得2020年失业救济税收优惠的人发放了退税。 当时,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规模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总统拜登于2021年3月签署美国救援计划,这笔总计148亿美元的退税适用于调整后总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个人和已婚夫妇。 但是,这一变化生效时,一些纳税人已经报税,导致他们在2020年超额支付了失业赔偿金部分的税款。 国税局上周五称,已经完成了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多付税款的纠正,平均退税为1232美元。 尽管更多的退税已于2021年5月开始发放,但报税资料比较复杂的人的救济会被推迟。 由OpenAI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在上个月大红大紫之际,就有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发出警告,ChatGPT很可能杀死大学论文。 就在1月3日,拥有全美最大公立学校系统的纽约市正式颁布了ChatGPT禁令。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,都无法在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网络和设备上使用ChatGPT。 纽约市教育局表示,虽然ChatGPT可以提供快速和简单的问题答案,但它不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而这些对于学术和终身成功来说,至关重要。 当然,如果学校的目的是研究ChatGPT背后的技术,还是可以申请访问的。 此外,国际机器学习会议ICML2023突然宣布,禁止使用大规模语言模型,如ChatGPT生成论文的内容,除非这些文本是实验分析的一部分。 要求已经提出,便引发了众多研究人员的不满,但ICML发文澄清称,此举主要为了防止抄袭,不影响润色文章。 无独有偶在很多互联网大厂ChatGPT也遭到了封杀,令很多已经习惯向ChatGPT咨询代码问题的马农们不知所措。 针对韩国、日本两国对中国公民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,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月11日宣布,即日起暂停签发韩国日本公民来华口岸签证,即72、144小时过境免签。 而就在前一天,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公告称,自即日起,中国驻韩国使领馆暂停签发韩国公民赴华访问商务、旅游、就医、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。 上述措施将是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况再做调整。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0日也发布公告称,自即日起,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,合适恢复,请后通知。 韩国此前宣布在1月2日至31日间暂停向中国旅客签发短期签证,还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行前48小时内所做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 日本则要求从1月8日起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,并提供证明,中国外交部称此举不可接受。